主张限制收留难民的德国在野党左翼党团女主席瓦根·克内希特 日前遭支持难民政策的示威者往脸上丢置蛋糕 令他大处洋相十分狼狈 这名来自反法西斯团体的青年 趁着瓦根·克内希特出席党大会坐在前排时 拿着一个巧克力蛋糕砸在对方的脸上 之后还高喊反对限制难民口号 保安人员即刻把他带走青年没有反抗 脸上全市奶油的瓦根·克内希特一时愣着 他的同党试图以外套替他遮掩 同时要求记者不要录影或拍照 瓦根·克内希特曾公开指 德国不是不欢迎难民 而是应该限制难民人数 因此激怒了反法西斯团队